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彩的这种感觉 水彩化的感觉 那我是用压克力彩 那所以现在我先用把这些颜色 基本上的一些会使用的颜色 我先把它调出来 这一坨是压克力彩的蒸后剂 那我有调了这个瓷干剂 那这样子可以增加这个画面的厚度 那还有就是它可以让颜料不会那么快就干掉了 所以呢我现在先来做整个 大面积的打底 那大面积的打底 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大支的 那我画这个天空跟这个底的这个打底 那我已经先构好图了 这个是用带针笔 然后在油画纸上面先构图 那所以呢我现在就先来做这个打底的动作 那所以我先调这个 这个蒸后剂 又调了这个 呃 瓷干剂 蒸后剂加瓷干剂 然后一点点淡淡的颜色就好 因为这个这幅画的颜色我觉得是蛮淡的 所以我就不要太厚的颜色 我们就用感觉是水彩色的方式来上色 那先把我们这个底色先把它涂一层 用交叉式的画法 那有些地方可以再让它深一点 比较靠近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我们让它深一点 那我在画这个画的话 我也不会说完全就是照它的颜色 有时候都会凭自己的 今天的这个心情感觉 来做这个处理 那比较边边的地方我就用 只有调蒸后剂 把它打底 用原来的这支笔 然后把颜色给它带过去 先把天空的颜色 先把它大致上把它带一下 所以说压克力彩也可以像油画 也可以像水彩的感觉 那颜色如果淡淡的话 就会感觉很清雅的感觉 那我现在这个蒸后剂 我没有调白色的压克力彩 所以你感觉它好像颜色不会很均匀 那我们等一下呢 在全部用在修饰的时候 再把它加白色的 来那个调匀它旁边 那现在先调这里 那这时候我可以调一点点蓝色 这个保蓝色的 画这个路的时候 尽量笔触用横的 那水分的控制也蛮重要的 也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 太干它就会有一个色块在那边 然后太湿了它就整个绿掉 它就没有办法呈现蓝色的颜色 那这边 这边我觉得让它蓝色再多一点 全部的颜色底色都先把它打好 那其他有些地方留白没关系 那就表示它有这个光影的部分 再来我们就是上它这个树 它这个整片 另外这一整片 我就用黄的调绿色 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颜色挑一下 先大致全部都把它涂下 有绿色的地方都把它涂一下 那后面这里也有 这里这里后面的山这里 前面这边就颜色比较深一点 然后再一样同样的方式 这个底色 这个底色 如果太干了 拖不动 就是你就是要加一点水 一点点就好了 那比较靠自己 比较前颜色的部分 颜色就要深一点 这里也是下面这边再让它深一点 先用色块把这个前颈后颈它的位置把它抓出来 那你画这个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害怕 你会跌到比较哪里比较浅色的地方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浅色再把它带回 等它干的时候 那现在就用来画这个屋顶 这一整片 然后再来一点点黑色的 点一点就好不要太多 有时候我们画画 那个如果照着照片的话 你不一定要完全照着它的颜色 你可以凭你自己的美感 给它有深浅的变化 再来画另外这一间的红色就比较多一点 这样你看这样水太多了 把它拿一点掉 那看整体的这个色系 那哪里有什么颜色 先把它淡一下 那这里也是一样用黑色的 再这样把它带动一下 它这个温泉的招牌是蓝色的 我就用白色调蓝色的 先把它淡淡的一点点颜色就好了 那像这样子我们签全部都把 所有的颜色的底色都大概打底打好了 那等它干 再来做它的这个整个修饰的 修饰的细节 那这样我们就要先等它干一下 那等它已经都干了 大部分都已经干了之后呢 那我们再来重新一遍 把这个天空再开始来处理 那像现在呢 我已经刚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我就先把一些颜料都调了这个 刚刚调的蒸后剂加刺干剂 然后这个呢 是蒸后剂 我有调了白色的 然后就把一些比较大面积 会使用到的颜色 我先都把它调了一些刺干剂 这样比较不会快干掉 那所以我现在就先用白色的 这样用交叉的画法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感觉 整个颜色不会那么的色快 那区别的那么明显 然后也可以再沾一点颜色 这样轻轻的用交叉的画法 那这样子会比较有点厚实的感觉 到越往天空的地方 白色的就越多 那用的是交叉的画法 如果你觉得拿一个笔触 不好看 这时候就是可以把它盖回去 像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用一点底色 这个是房子后面的底色 然后再沾白色的 这样子把它带过去 用交叉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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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它就会有油画的感觉 那一方面也把 你刚刚涂的比较不均匀的笔触 把它修饰漂亮一点 如果说这边你看这个笔触不好 我们就在用深的颜色再把它叠一个底色 那前面这个前景也是一样 我先带一点点底色 然后再用同样一支笔 沾白色的 那记得我们道路就要画 用横的笔方向 这样子来打亮它中间这里 好那这也是一样 带一点底色给它过来 如果你觉得这样笔触不好弄 你还可以用手指头推一下 那这个部分这边我就用紫色的 也是一样再把它推一下 那比较前景这里很多草 所以我先打底色 然后中间相接的地方 一样用白色的来刷 直接沾白色就好了 还有最高光的地方就是这里 这里最亮 好这边也干了再回来处理一次 因为这个压克力彩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在一直叠颜色的时候 它其实底色不会被完全盖掉 那像这边有比较干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手指头摸一点水 那因为我现在这幅画是有点像水彩的方式 所以旁边这边会流白流很多 有些后面的景就会比较虚化了 就不会那么明显 那就是等于说是外面是颜色很淡 然后渐渐往中间走 那你会发现我现在用的笔触 几乎都是用交叉的笔法 用交叉的笔法来处理这个色块 让外面越来越亮 让外面越来越亮 甚至于接近是白色的 这种渐层的美感 另外这边处理好了 换这边也是这样子来处理它 再来我们就开始要来画这些比较深的细节 比较深的细节 这里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 就是你要先看一下它的色块 比如说这一块是属于什么色 这一块 然后这里这一块是什么色 先把大字形状的区块的颜色先抓出来底色之后 那我们现在开始再来做建构上面的 那当然我没有完全跟它一模一样的数 就是说我们那个整个形状 形状跟构图是跟它相接近的 那所以像这边我们就会这样用小支的来点 那越往下的话就是越深色 因为越往下它阳光越照不到 那上面的话就是越来越浅色上去 那就这样把它点上去 那点这个树重的时候 就是要注意到它是树是一重一重的 不是胡乱点的 你要让它点起来是 整个是有一重一重的树重的感觉 那我们在画风景画 就是要由最远的地方由天空 然后越往自己越靠近来修饰 所以我都会习惯这样子 从天空跟整个构图全部都把它处理好之后 然后呢我再来再从从头 然后把把这个从一直往后面来修饰过来 那现在点好树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用这个白色的小颗一点的 小支一点点笔 这样子来点它 就是让它有一重一重的 我发现有些同学 就是不了解这个树重的结构 所以它点起来就是不会有那个树的形状 所以还是要多观察一些 这个树的画法 那我们在其他的即将有 这个示范这个画树的一些基本的画法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这样会比较了解更了解说 我们要画树的话 要怎么样让它才会 呈现那个一棵一棵树的美感 那画这个也不能心急 然后还有呢我就会建议大家 你画一画一段时间 你要往退后一点来看 不要老是很近的 那你就会 失去了主观的 就失去了客观的这个 这个印象 然后你就会不知道画着画着画到哪里去 那下面这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那下面这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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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整幅画它的光线明暗 还有它的一些细节 在做一些细节的加强处理 那我现在先来画一下这一个 现在就要换小字的笔了 画一下它这个 它的这个栏杆 现在要换小字的笔来画 因为我再强调一次 因为它这个是 亚克力材它是有透明的 所以呢我们要叠比较多层一点 可以把它原来的颜色可以盖过去 那再来就是 有些地方是比较光阴的 比较光亮的地方 像这边是比较亮 所以你就再用白色的 再把它带过去一点 那还有这里 这里有一个是比较亮的 那再来就是画树枝 画树枝我们就要来调颜色 调 调很灰浅的咖啡色 类似这个颜色 类似这个颜色 红的跟 红跟黄色 我调一点点黑色 来画树干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这边也有一棵树杆 是在篱笆的后面 这里有一根 然后再用笔沾一点点比较黑的颜色 画在这个比较阴暗的一面 让这个树杆也有立体杆 然后这边也有 画树枝也要有它的美感 你要让它这个树枝的生长的方向 有一些动态美 这样比较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要画这个 一些比较亮栏杆比较亮的地方 建设的说是这里 这里 这里 我这是穿的窗栏 是 有地方 不要 现在 有一点 ếu 我 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我们画这个栏杆 它的颜色没有很均匀 但是你等它干了再叠上去的话 它就会均匀 还有这边一些小石头不要忘了 小石头我们就用刚刚这个咖啡色再调 调浅一点 然后沾白色的打在光亮的地方 然后再来加强这个灶牌的白色的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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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